音乐 好久不见大家啦 我好久没有在这个频道上传影片咯 怎么会这样 我总是说 因为今年后半年是真的蛮busy的这样 那我到底在忙什么呢 就是誠如影片標題所說 我最近呢就是在忙我的包包聯名 沒錯今年年底呢 就在秋冬這個季節呢 我和包包的品牌Robinman 聯名了兩款我自己個人私心 非常喜歡的包包款式 因為這個品牌呢 其實我大概去年 還是前年 就有跟他們合作過 那時候就覺得他們家包包非常的有質感 再加上呢 我根本本身沒有跟包包品牌聯過名 因為你知道 我聯名過衣服啊 聯名過鞋子啊 然後包包我就覺得是一個全新的領域 所以其實今年呢 我就花了蠻多時間在和品牌就是做些修改啊 然後甚至是這一次的企劃也非常非常的厲害 為了這次的企劃 我真的就是跑到那個苗栗 通宵 海邊 山上 然後走那個公路 他們還幫我就是借了一台復古的車 我even也不會開車你知道 我在那邊假開 看起來很帥氣的樣子 在那邊假開 就是呈現了一個 我這一次非常想要呈現的一個氛圍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謝品牌 就是實現我的願望這樣 那這一次的主題呢 我把它命名為逃亡 那其實逃亡算是 我覺得我2022年 算是這一整年的一個經歷歷程吧 那2022年大家也知道 其實我就是發生了 人生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那這個重大的事情就 改變我非常多的想法 那我覺得身為創作者 尤其是我們公眾人物嘛 因為我們常常要面對觀眾 我的那個情緒 或者是我那個狀態 有的時候是 不能隱藏起來的 所以我覺得我在這一整年的過程中呢 其實我真的好像 自己內心有一塊靈魂就是飛出去逃亡的感覺 就是我還是要工作啊 我還是要裝作沒事啊 但是我悲傷或者是難過低落的情緒呢 我好像給了他一雙翅膀 讓他去很遠很遠的地方旅行跟飛翔這樣 那我覺得那一段過程對我來講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唯有自己真的逃出去 走了一圈 讓自己放空也好 或是讓自己重新得到力量 才有辦法回來 然後你才會知道 只有自己才可以讓自己發光 這是孫燕姿的歌 所以其實我 我覺得我今年真的是 你知道過得非常的充實 我只能在講 我今年真的過得非常的充實 不管是那個工作上 就是外在工作上的充實 還是心靈上的充實 我覺得我都獲得了非常多 那這個獲得呢 真的是因為我讓我自己的心 飛出去逃亡了一陣子 飛回來之後才有的感想 那就因為這樣呢 所以這次品牌問我說 希望這個包包呈現的企劃和風格 是什麼樣子的主題的時候呢 我馬上就想到逃亡這首歌這樣子 然後也馬上想到 想要用這個主題去扣住 我這一次聯名的企劃這樣 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 背上我這個包包之後呢 不一定要去逃亡啦 但是就是偶爾讓自己的 靈魂還有讓自己的心放個假 好 前面真的講太多廢話了 現在呢 終於要來跟大家分享呢 我這一次的包包款式 那這次的包包呢 總共有兩款 那在設計上呢 我覺得都是比較都會簡約時髦的風格 那首先第一款呢 就是這個 大家都知道其實我非常喜歡 背腋下包 所以這一次呢 在呃 要聯名的時候呢 我就馬上說 欸不管我一定要做一款就是 腋下包 而且這個包包呢 它一定要夠挺 就是它其實是做這種 比較硬皮一點的材質 然後底呢 也是硬的 所以它完全就是 可以放在櫃上 不會軟趴趴的那種感覺 然後它背在腋下的這個位置呢 我也幫大家量的 剛剛剛剛好 大家冬天穿外套杯 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這個長度 然後我自己私心 非常喜歡這個焦糖色 大家知道其實我是焦糖色人嘛 我每次 買包就是 第一時間都會選焦糖色這樣 所以第一時間我也是講說 欸我們就一定要做一個焦糖色這樣 然後呢 給大家看一下食品 是長這個樣子 我選了這個五金呢 我希望讓這個包包 背起來就是有一種 比較復古一點點的感覺這樣 然後它的扣環呢 是 這樣子打開的 轉一下 然後內容量呢 我自己也覺得非常的大 其實可以裝得下 所有你需要出門的東西這樣 然後這裡我有做一個夾層 這邊有做幾個小口袋 其實你平常如果不想帶錢包 只想帶一些什麼 信用卡 悠遊卡 什麼之類的 就是都可以放在這個夾層裡面 然後 你就可以在裡面再裝 雨傘 其實也裝得下喔 或者是 其他就是你必須要外出攜帶的東西 這個包包呢 我覺得容量做的也非常的剛好 非常適合的帶出門 然後顏色的部分呢 我這是總共做的 四個顏色 我知道 你們一定會選擇障礙啦 我的媽呀 這四個顏色 我覺得都非常非常好看 我那時候在選皮的時候 也是發瘋你知道 發大風 想說 太多顏色可以選了吧 我到底要怎麼選這樣 然後因為這四個顏色 我覺得都非常好看 所以我之後就是說 欸拜託讓我做四個色這樣 那 比較基本款 當然就是黑色是一定要 欸我根本說黑色做完也超好看 因為我一開始都選皮 你知道嗎 這個黑色做完我超喜歡的耶 媽媽看 這黑色多時髦啊 黑色 我自己私心就是覺得 如果你本身沒有黑包包的話 你先選黑色吧 他這個黑色就要搭配上 我就是最後選的這個五金 真的好好看喔 我的媽呀 黑色飛起來就是非常的有質感 真的是質感女性 你知道嗎 我就會覺得你這個人就是懂穿搭 或者是你這個人就是稍微比較那種 法式 復古 你知道這個真的 黑色我自己很推耶 我最後全部拿到食品之後 我自己私心喔 就私心 除了我原本的交上色之外 我整個就是愛上黑色這樣 那你如果覺得黑色就是還是太重的話 我這次有就是 幫大家做一款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就是灰色 他就是大象灰的顏色 因為很多人可能不喜歡 太重的顏色的包包 那你可能又想要深色一點的包包 又要擺搭的話 我自己選這個大象灰 我自己也覺得非常的好看 那就是不管你是穿 深色大衣 或者是淺色大衣 都非常的適合 那最後呢 我還是有選了一個白色啦 因為畢竟呢 我們還是有很多清新少女 氣質典雅小姐姐的話呢 那勢必就是要選白色 那這個白色呢 我自己也覺得就是 非常的有質感 我真的都幫他選一些 很有質感的皮料 你們知道嗎 你知道那種顏料就是 你摸到手都會覺得不可思議 這質感也太好了吧 你今天如果是走那種 比較優雅小姐姐風的話 我自己就還蠻推薦白色 或者說你平常就是 衣櫃裡面也都是一些 比較淺色系的單品 你喜歡做一些淺色系搭配的話呢 我覺得白色包包真的也可以入手 這個背了也非常的好看 原則上這四個是我自己個人 都私心很喜歡啦 看大家的 平常的穿衣風格是什麼樣的風格 就可以選擇不同的顏色這樣 那除了這個短背帶之外呢 我有幫大家做長背帶 所以你如果平常出門是喜歡斜背的人呢 這個包包也可以滿足你斜背的需求 那長背帶的部分呢 也給大家看一下 長背帶呢 我們是做這種扣環式的 所以有非常多的動動可以調節 就是依照你的身高啊 你想要背高背低什麼這些做調節這樣 好 我要進入下一款包包了 那下一款呢 就是容量比較大一點的包包 滿適合就是上班族大家平常可以背去上班的這樣 那這一款包呢 其實就是一個我非常喜歡的尺寸跟形狀這樣子 我之前呢 就是寒貨也有賣過類似的款式 它就是一個比較厚底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底非常的厚 然後底是做硬的這樣 容量非常大的一個包包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容量的部分 容量我真的有幫大家就是 喔好 爭取了一下 裡面就是 要多大有多大 所有東西都裝得進去 當然就是A4可能不太行 A4的話沒有A4那麼大 但是裡面容量真的非常大 你平常如果是那種上班 要帶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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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東西的人呢 就是裡面這個容量應該是綽綽有餘 你要放水啊 放雨傘啊 甚至很多本書都是放得進去的 然後我們這個裡面也有幫大家做兩個夾層 一個是前面的地方有個夾層 另外一個是後面 這個拉鍊打開之後裡面還可以放東西 對 這邊 這邊有個拉鍊加層 所以它這個容量就是非常非常的大 東西偏多的朋友 這款包我這個個人本身非常推薦 一個長背帶 一個短背帶 一樣是兩個背帶附給大家 那這個短的背帶呢 我們這邊就是做的有點像那種 你知道拔河的那種繩子的那種 麻花的設計的感覺 就是算是一個小小的特色 然後再來還有一點我非常喜歡的呢 就是我們的側邊有幫大家做磁鐵 它是有做那種磁吸式的設計 所以是可以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磁鐵了嗎 可以磁鐵這樣扣起來 所以這個包呢 你可以這樣子 然後你也可以打開 然後把它縮起來 就是往內 然後磁鐵再吸起來 它就又還可以這樣子 今天東西比較少你也可以這樣吸起來 這樣子背 那你如果就是 平常的話如果是我啦 我就可能不會運用到這個磁鐵 我覺得也OK 對平常的話 你可能就直接這樣子背就可以了 對 磁鐵的部分就是做一個裝飾 或者是你今天東西真的比較多 快爆出來的話 你也可以趕快把它這樣子打開 蓋起來這樣子 然後這款包包呢 我們幫大家做了三個顏色 除了我自己非常喜歡的這個米白色之外呢 我們還做了另外一個基本款的黑色 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那個芥末黃色 黑色跟這個芥末黃色 上班圖的話 我自己覺得要白搭的話 黑色還是比較白搭的啦 然後黑色的話 我的五金選的是銀色 就是黑色裝銀色 我覺得比較時髦 比較有質感一點的顏色 只有黑色的五金是銀色 其他包包的五金都是金色這樣子 銀色我自己也覺得裝得非常好看耶 連旁邊的扣環都是銀色的這樣 黃色的話呢 我自己就選了一個芥末 因為我覺得 可能還是有人喜歡比較亮一點的包包吧 那我想說我這次的包包好像就是都比較低調齁 那我這次還是要選一個稍微跳一點的顏色的話呢 我覺得你如果沒有這個顏色的包包 你又喜歡黃色的朋友 這一款也可以戴戴看 它就是比較低調一點 帶一點點灰灰的那種芥末黃色這樣 算芥末黃吧 暖黃色這樣 我覺得這個黃非常的好看 但打亮的時候也是 對這個黃色有點讚不絕口這樣子 那這個包包呢 一樣有附這個長背帶 那這個長背帶呢 就是給大家鞋背的 可能很多人不一定只有肩背嘛 今天可能跟姐妹出去玩或什麼之類的 那鞋背包包還是比較方便的 所以我們這次有附一個長背帶給大家鞋背 那長背帶的部分呢 一樣就是都可以調節長度的 這裡有非常多的洞 那你自己買回去之後 如果你覺得還是太長 就是都還可以再往上打洞 這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長度是我已經幫大家適備過 我自己覺得很滿意的長度 但是因為這是針對我的身高這樣子 所以可能更矮個的女生 可能會稍微覺得短一點點 那其實就是我今行就有買那個打洞器 我自己本身也有買一隻大概才250塊 你就依照你喜歡的地方就是在打洞 那就可以了齁 那這一次買這個大的包包呢 也有一些小小的bonus給大家 你如果買大包包的話呢 它還會再送你這個小小的零錢包 那這個零錢包呢 我挑選的是這種絨布的材質 非常的有質感 容量就小小的給大家參考 平常裝一些零錢或什麼小東西 我覺得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然後我們還有附這個後繩 它就是也可以讓你就是扣在旁邊這樣子 可能不可愛 這個白色非常好看 我自己好喜歡這個白色 這個布我也是挑很久 為了要跟這個包包做搭配 有沒有 平常就是有點像乖乖 或是你可以放什麼悠遊卡 後面還有做一個夾層給大家 所以你也可以放些什麼悠遊卡這樣 那你平常就是去坐捷運的時候 就直接這樣逼 然後就可以了之類的齁 或者是一些就是小東西 都可以這樣子放在外面 不錯吧 如果你是買不同顏色的包的話 就會有不同的顏色這樣子 我們都是有做搭配的 給大家看一下黃色跟黑色 最後還沒結束 我只能說我真的是用心良苦 這次除了這些包之外呢 我跟大家講更厲害的來了 更厲害的來了 你只要有買包包 他們就會送你 只送不賣喔 就是說你一定要買包 它的包包會用這個裝給你 他們的門市也可以試杯 所以你如果去門市試杯完 喜歡了買下來以後 他就會直接給你這個袋子裝 這個袋子有沒有好看 欸這個袋子我們也打樣做了很久 你知道 因為我平常有些拍攝啊什麼之類的 我就非常需要這種大容量的袋子 讓我裝很多有的沒的東西 帶一些拍攝道具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講說 欸可不可以幫我做一個就是這麼大的包包 讓我就是平常可以塞很多東西 讓我出去拍攝 可以當我那個拍攝包這樣 我真的做完很喜歡欸 可惜只送不賣啦 怎麼會這樣子 為了這個包包還是先帶一個吧 買一送一 買二就送二喔 你如果今天就是買了兩個包 你就會獲得兩個這個袋子 這次這個聯名 我真的覺得不可以買起來 就是物超所知 非常的划算 你拿到包包以後 你會嚇一大跳 媲美專櫃包 我跟你講 好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 跟Robin美的聯名的包款介紹啦 非常感謝大家 那影片的最後呢 我就會把這些包包呢 做一個簡單的穿搭look給大家看 讓大家平常在包包做搭配的時候呢 也有一些穿搭的靈感 那就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然後希望大家不要忘記喔 我這個聯名的包包呢 已經在今天 也就是11月14號 已經正式的開賣了 如果有喜歡的朋友們呢 記得點下方的資訊欄連結去購買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我們下方的一位 開賣了 集會 製成 Will I keep it right this time?